应金燕 女36岁 湖南人 湖南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湖南人 应金燕 毕业于湖南体育学院体育教育专业 曾经呢 做过健身教练 然后也自己开过服装店 也做过公司的财务 目前呢 自己进行一家舞蹈工作室 今天来到这个舞台 想找一份跟市场相关的工作 或者这个各位企业家觉得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湖南哪里人 淮华的 现在是一个人在北京还是 我爱人是当地的本地人 有孩子了吗 有两个 那是一直在家里还是说一直在工作 我是近期这个工作 就是自己成立这个舞蹈工作室 是在我生我老二的前一个月 然后就是想决定去开一个舞蹈工作室 然后7月29号就生了我老二 做完月子以后就开始 基本上就家里和工作室 两头这样来回的跑一跑 然后即使其实带孩子可能时间多一点 然后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 他上幼儿园了 然后我才出来就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老公支持吗 就是我老公很支持 但是我公公婆婆不是很支持 你公公婆婆其实不让你重返职场 你不照样以真实的行动去面对吗 我想说一点 就是如果你不能非常好的处理好你的公婆问题 可能会是未来职场求职过程中的大坑 成不横 你有什么经验呢 方法论 回到你的这个求职话题上来 既然工作室开得不错 那为什么还要出来找工作呢 就好好开呗 我没有说开得很好啊 今天我也料到 胡老师肯定会问我这个问题的 就是其实 编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也在纠结 要不要参加这个节目 其实我内心里来讲 就是有一半一半想来也不想来 今天想来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自己 就是很多年没有上班了 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的能力 或者说 跟一些别的行业的一些 接触比较少 不知道自己能力在 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优势在哪儿 其实也不太清楚 其实今天来一个目的 我觉得也是为了证实自己 还有一个就是 缘一下自己的一个舞台梦吧 然后第三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确实是也想找一份工作 跟市场相关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这个性格 有点就是 比较适合这些 跟市场相关的 就是那种 怎么讲啊 在前线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销售岗位 也是可以接受的 对 其实我觉得我挺喜欢 这种工作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你有两个孩子 你的公共婆婆 其实不太支持 对 那么以后你做销售 其实有业绩的压力 可能你的工作时间 也没那么去朝九晚五 出来应聘之前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 其实也困扰了我很久啊 就是我今年 我公共婆婆还跟我说 让我别上班了 每个月都开工资什么的 但其实我觉得 我公共婆婆 她其实我出来以后 她也挺开心的 因为首先我觉得 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觉得我是一定要开心的 如果我不开心 我的负面情绪 会带给我的孩子 带给我的家人 然后呢 其实我只要跟我公共婆婆 把我的孩子的上学 和放学时间协调好 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是OK的 只要我回家 不要太晚就可以 我特别期待她 因为她是体育教育专业的 因为我们那个 随风奔跑篮球俱乐部 我们是做体育教育的 而且你的专业对考 那我们其实也是有 这个销售的岗位的 她理解这个 整个体育教育的逻辑 理解身体 理解运动 这个是非常好的优势 所以我特别期待 你待会展示 你专业的内容 欣燕 我一看你的这个简历 就喜欢 她的字写得非常 我觉得很规矩 一笔一画 特别难得 就那么长时间 而且字塔写得 简历写得很满 从这个简历当中 就能看出来 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的 而且很守规矩的人 谢谢 确定一下 要求薪资是不低于6000 对吧 对 行业不限 对 最好在北京 对 在北京 而且离我家近一点 来第一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七战争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双我有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真的好看 对 好享受 工地 工地都在 对 我很有劲 我给你提个建议 我觉得你跳的整段下来后 我一直有一种提心吊胆的 看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你的节奏 没踩中节奏 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我很挺你金燕姐 因为您今年我看 也三十六岁了 对不对 两个宝宝 然后一直在家 这个没有出来工作 然后保持这样的状态 我觉得就是女性的骄傲 全职妈妈 然后我觉得能够跳成这样 证明她每天还有锻炼 并没有丢掉自己的专业 我觉得真的是 我们很多女性的榜样 而且这舞 我看她也蛮用力的 但她跳完她也不喘 所以她的这种基本功 应该一直都有练习 去年十月份开始的 来职场新商课堂 请听好职场新商题 做了几年的全职妈妈 重返职场 遇到职场歧视 你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 我觉得这种歧视对我来说 我现在已经接受很正常了 非常能接受 如果说我去应聘这份工作 如果老板觉得 因为我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 而不去应聘我 我觉得怎么说 我可能会 当场会跟她有一些辩解 但如果是因为 我已经去上班了 我的同事或者我的领导 因为这个来质疑我 那我觉得可能是 我的工作能力还没有到 所以我会 我觉得这个问题 对于你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对 你公公婆婆 其实不让你重返职场 其实就跟这个问题差不多 你不照样以真实的行动 去练对了吗 你应该不太会在乎 其实我们单位有 我们先后这十几年 公司生孩子的 有几十个了吧 然后生孩子回来 确实脱离职场时间 太长了 知道吧 你明显感觉到 她说话好像就慢半拍了 她的工程司的发展 她也不清楚了 我觉得其实是要迅速 适应这个问题 如果能意识到这点 就没什么问题 我自己其实是一个反面例子 就我做得不好 我就是全职妈妈之后 出来工作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呢 去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公司 但是我当时 他们给了一个很好的奥分 我只提了一个条件 我说钱可以降 但是我每天四点要去接孩子 我可以接完孩子 然后六点回来加班 但是我要去 但公司当时对我妥协了 但是我回过来 我反省我那一段时间的工作 其实说实话 我到快到四点的时候 我已经不在状态了 对 然后我回来之后 我心里还会想 孩子是不是已经睡好了 这个东西 我从 我觉得我现在回头想 对不起我那个公司 对的不好 但是实实在在地说 这个游戏的时候 歧视之所以存在 就是因为它有一些事实 不断地让歧视被验证 不太认同这个事 因为我们公司效率最高的是一位妈妈 然后因为最近 这个我们也都在线上办公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个妈妈每天晚上十点 她会消失 然后她会去哄孩子 然后凌晨两三点 她在上线 她把各个工作完成 然后反而成了 我们全公司的标杆 第一个 她每日的事 每日必 哪怕是凌晨来完成 成为一个榜样 给大家一个很强的一个激励 我觉得 对 就是这样 我说的就是这样 就是你知道这个妈妈 她跟她同样的素质的 学历的 能力的人相比 她要比那个人付出更多的 努力才能够匹配 其实这一点 我有不同意的地方 之所以有歧视 一方面 她的确是需要照顾家庭 要付出更多 如果是像 要在职场上获得别人的肯定 付出的 因为工作 我失去对家庭的关爱 失去对孩子的照顾 获得工作上的成就 我是不认同的 因为到孩子长大的那一天 其实他可能会后悔 也就是说 我们做企业的管理者来讲 应该多给他时间 让他去照顾一些家庭 要体谅他在家庭上的负担和痛苦 东哥 我们现在说的是辩证的 作为领导 当然要去照顾这件事 但我说的是 他现在是劝职妈妈 他不能说期盼领导去这么讲 你自己要作为 我作为这个主体 我要去争那个高峰 这个事情不要再争论了 一分为二地去看 不管他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还是一个未婚的女士 职场的要求都是一样的 你只要把工作干好就行 干不好你内心就应该有愧疚 姑娘你可以从你的角度出发 你想问哪两个企业家什么问题 我先问一个陈老师 我先想表达一下 其实如果你要是我同事的话 我就挺喜欢的 谢谢 有没有性格我比较喜欢 谢谢 因为我据我刚才 我对你的那个了解 我感觉你请会分析人的分析事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在你的家庭里面 其实就四个父母 然后还有你爱人 你是如何去协调中间的关系的 我不知道你是在家庭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你可以问问的是关键啊 关键关键 他都没地位 我跟你说 老孩子老婆狗不合 非常非常抱歉的是 首先我要说这个 你非常有眼光 然后你刚才说 你的小燕说什么狗我 这个应该不存在 因为我们的狗啊 特别难过的一件事 就半个月前离开了我们 所以猫顶弃了狗的位置 对 现在我顶弃了狗的位置 对 婆媳关系 其实 最麻烦的事情是 公共婆婆因为 儿子比较强势 所以能得势 所以能指挥 但是像我这种不得势的 那我爸妈呢 也就不得势 然后 然后呢 这个 然后呢 但是很平等 就是因为我太太那边 他的爸妈呢 也是听他的 所以这六个人呢 完全听一个人指挥 这个就有一个最高的领导 这就比较好办 所以你要看看 你们家的最高领导是谁 如果你是最高领导 那当然最好了 如果你不是最高领导 争取最高领导的 对你的支持 你就能 这个 这个 万事横通 所以 可以可以可以 对吧 这个经验文章 我们家真实的事啊 我们家真实的事 就刚才 陈老师回答我这个问题 就是他说 就以他今天的那个表现 我感觉他是一个 特别能说会道的 即使你的 你的爸妈 不听你老婆的 我感觉以你的嘴才 他也会听你老婆的 因为你中间会协商嘛 但我老公就不是这样的 我老公口才不太好 不太会表达 所以基本上都是 我去硬碰硬啊 那如果我老公不是你这样 怎么办 我给你个小建议啊 就是你可以去多看一些 处理家庭问题的专业书籍 包括多 跟涂雷老师多询问 金燕啊 你今天 现在里边出不来了 你以为你上的节目 是老娘舅啊 你要展现你的销售的能力 和才华 这一个小时过去了 你到现在 没有展示一丁点 你赶快回到 那个专业问题 回到职场吧 金燕 你问一个职场的 你最想去的那家企业的 一个关键问题 好 老师我想问您 我想问一下 您公司旗下 除了做这个 就是这种运动的服装以外 还做别的项目吗 我主要是做户外的产 户外用品 户外品牌的 但是围绕着这个呢 我们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比如说 你说到的市场营销啊 媒介啊 推广啊 然后包括大家现在的 短视频营销啊 等等 这些所有的工作都是 因为你要把产品做好 要把品牌做好的话 很多的工种都有 但是我做的主项 只有这一个事情 这是跟服装有关系 用具有关系是吧 是的 好 谢谢 你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其实私底下 刚才看的时候 有点想去你们家公司 那剃完之后呢 现在不是特别感兴趣 因为就是没有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你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他们家有关于 就比如说跟运动 有一点点关系 不是纯健身的那种 可能我会比较感兴趣一些 其实你问我的是说 我公司自己的主项是什么 但得出来的话 其实你要找的这份工作 是说你要做哪个工种 此时此刻 我觉得你的公婆 让你现在别出来工作 我觉得是正确 刚跟曾花的一些对话 是没头没脑的 你是有勇无谋 今天很多事情 就像李浩阳所说的 没有抓住关键的机会 来表达自己 也许在你内心深处 我都干好过一间工作室 虽然干的不是特别好 但我干销售一定行 但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未必是这样 好吧 最后在第二轮选择之前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今天我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我想对我的公公婆婆 说一声你们辛苦了 非常感谢你们 这九年来对孩子的照顾 对我的包容 谢谢你们 但是出来工作 我是一定要坚持的 你说的那么壮意领燃 干什么你 行 来第二轮选择去活流 请做判断 还有一盏灯 还好有一盏灯 我其实心里一直悬着的 我生怕所有的灯都灭了 那今天你公公婆婆 今天会特别高兴 好 我们直接进入谈钱不上感情 金人你好 我们随风风跑篮球俱乐部 是我先生创立的 他跟你是同行 也是学体育教育的 本说都是 我们主要是做三到十七岁的 小朋友的体能和篮球的 这样的培训 我们能给出的岗位是销售岗 起薪是在五千加 后面加的就是你的提成部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考虑十秒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随风奔跑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随风奔跑吧 谢谢 谢谢你啊 好好干 欢迎你带着你的宝宝 一起来上班 因为我们的那个现场是可以带着把孩子搁在旁边 你去进行销售 他们跟我们一起上课玩的 谢谢老师 我的规划是这样的 首先我觉得我想去从在前线的这种销售做起 如果我的孩子上学 他的学校的上学时间规定好了 我还是希望想做一些那种销售的管理团队 这方面一些往上走 就是做管理团队